据朝中社7号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6号清晨 观摩了新型战术导弹发射 并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正在举行的 韩美联合军演的适当警告 报道说两枚战术导弹发射于朝鲜西部作战机场 导弹在飞越朝鲜首都圈地区和朝鲜中部内陆地区上空后 精确打击了位于朝鲜东海上的目标岛 通过此次发射 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系统的可信度 安全性和实战能力得到了不容置疑的验证 报道说金正恩对此次成功发射新型战术导弹 给予高度评价 并指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正在举行的 韩美联合军演的适当警告 随后金正恩会见了参与此次发射的 国防科学部门的领导干部 科学家和军工部门工人 并通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6号证实了朝鲜的发射活动 并分析认为 朝鲜发射的飞行器 可能和上个月25号发射的新型制导武器一样 同属短程弹道导弹 但也有韩国专家认为 朝鲜所谓的新研制的多管火箭炮 都装载类似于导弹的制导系统 新型战术导弹也可能是新型多管火箭炮 这是朝鲜在最近十几天里第四次发射飞行器 此前朝鲜分别于7月25号 7月31号 8月2号进行了发射活动 韩美5号启动2019年下半年联合军事演习 朝鲜外府省发言人6号谴责北韩联合军演 违背新加坡韩美共同声明 及韩朝间系列宣言精神 发言人说 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朝方反制措施 美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